實際規劃,即是規劃將來之後的升職的路程 幫我們想清楚未來你想做什麼事情 還有會有些問卷給我們,看看自己是什麼類人 但類似都填很多了 好像有,類似都有 有啊? 准不准,我一路大概知道我會在這個問卷有什麼結果 合群友善,仁慈 有創意獨立我是,但我不是衝動 情術法我不是 豐富想像力,想像力是怎樣的 你問這些問題是很難回答的 你問我怎樣是好奇,想像什麼 我很難說舉五個實例,我怎樣精靈化 這樣也不是很符合謙虛 你討厭教,抽象的工作,真誠 我沒什麼想跟你說,還不真誠呢? 圓滑,我應該不圓滑 我是覺得自己正不正確,我就剩下四 有事我給了三自己 我田份問卷,我其實第一個感覺是 我不知道我是不適合田份問卷,還是市份問卷自己得差 其實最大可能是,很多特質是四和五之間 什麼為師,四,什麼為師,五,我都會問自己 我的真誠究竟是一個三或四或五 是用客觀還是主觀都應該用四或五 這些問卷的名法是要機械化一點 但是,有些東西其實很難數據化 整體來說,整份問卷 都預算是一個很主觀的練習 正常的生涯科學都是給自己用自己看的 什麼背景都好,都是有個所謂生涯科學的需要 大部分人的路,我覺得是規環三、四年 我十年、十五年後,那一刻是什麼 我今天想像不到 我說我十六、七歲,志願是做 CY主席,或者地產公司主席 很多東西,我覺得最後回頭按 是煙布走,沒什麼走出來 人生,就好像一場夢境一樣 可能你在DSC,失一失守 你就可能沒有了一個入場卷的機會 我曾經認為三十歲的,我已經去了 然後,現在我就覺得三十歲的 我應該在做一個社畜 然後,就一伏一地過 跑到DSC,先算了 bending動去廣播 cinco、六、六、五、九、十八 但是,續 Tools 感谢观看